今天是星期天 我現在打算先給自己做一杯咖啡喝 然後吃個優格 不打算吃什麼午餐的 可能就直接吃晚餐 不過在吃晚餐之前 我今天打算做個brownie 對 然後可能中間我會就是 我要練琴 我今天得練琴 因為我明天考慷星期末考 然後我還要寫我的project 然後我還要寫我的project 對 那差不多是這樣子 好 我們先去泡咖啡 我今天想要選一個 不同口味的 我上次是泡Pike 我還沒有喝過其他 Nespresso他們家 跟星巴克聯名的其他口味 所以我們兩個好喝 沒有這五個口味 這個Windy喝過了 然後我就只有喝過這個派答 我買五個原因是因為 他那時候他就是綜合包 這樣子 然後三十幾塊美金 我覺得還可以 所以 因為他裡面也有蠻多膠囊的 這樣子 我覺得是划算的 所以 我就想說我都沒有喝過 我就來買個綜合的試試看 然後之後看喜歡哪一個 我之後再單獨去買那一個就好 好 我決定了 我要喝這一個 Blanc這個口味 好 我們來泡吧 不難喝欸 但是我還是比較喜歡Pike 這個呢 他到後面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苦 對 真的只有一點點 但是Pike 我有點忘了Pike 但是Pike 我喝起來就是覺得很好喝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然後現在我想說 吃了咖啡把這個蛋糕吃一點點 因為這是那時候 Vivienne他們來的時候 我們去H Mart買的蜂蜜蛋糕 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我記得我之前有跟你們講過說 我不是個喜歡吃蛋糕的人 除了千層蛋糕 不過蜂蜜蛋糕我還可以接受 今天外面天氣超級陰的 這個 這個是我吃的Yogurt的牌子 就是跟我上次在Target分享 那一個喝的那一個Yogurt 是一樣的 這是吃的 然後你看喔 它下面就有這種 藍莓 嗯 嗯 我真的很奇怪 我都亂配一大堆東西吃了 我看到什麼 想要吃什麼我就拿什麼吃 好各位 我們現在去做布朗尼哈 好大家 我現在來一一跟你們介紹 我今天會用到的材料來做Bronny 好先從第一個開始介紹 這個是之後我會把那個 Bronny攪拌跟什麼奶油啊 什麼什麼攪拌 但用完之後會把它鋪在上面 但是在鋪在上面之前 我們會用這個紙 紙會附在這個上面 然後我會倒 油 我會把它倒在這個四周 然後這個底部也會倒 只是上面是有這個的 所以等一下會倒在這個紙上 好然後呢 當然做Bronny需要有他們的粉嗎 我用的是這一個 然後兩顆蛋 跟 一條奶油 就是 就是我那一天新買的 就這樣子一條 這樣小條的 就這麼看 好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先開始 要先預熱烤箱 它上面是說350度 來吧 好各位我已經射成350度 它現在開始 preheat 看到了嗎 它開始預熱了 順便跟大家介紹 我今天穿的這一件衣服 這一件衣服其實是我去年 在黑五的時候買的 因為那時候 IDDOS的官網在打折 然後我就所以我就在網路上訂了 我想說男生的尺寸 穿一M 應該是在我身上剛剛好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M的男生的衣服 想說自己要穿 結果你們一定要看這個長照多誇張 好像成這樣子耶 天哪 所以這件衣服我基本上是不會穿出門的 我有一次 我記得我之前在甲州那時候 我穿去學校然後我學妹都傻眼 到底在穿什麼 所以反正這個 真的太長了啦 我覺得它長到已經不好看了 雖然它是oversize 就是可以當oversize的衣服穿 但是就整個已經不好看了 就有點 但是我想說 不要浪費 我就是 要好好的穿它 在家裡的時候可以穿 就是可以不要穿褲子 就穿這樣子一整身這樣子 各位這是我第一次做brown me 我不知道做出來會怎樣 但是我們就試試看嘛 凡事都有第一次 吃飯了也沒關係 吃飯了 試試看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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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我觉得我绞这个东西的碗太小了 天哪我怎么用那么小的碗在绞呢 我现在要换一个大碗 等我一下我要换成那个西菜篮 啊我的手好断了 别贪不了钢琴琴 我刚把一勺布朗尼挖进来就忘记了 发现我忘记在旁边喷上油 好 各位 我刚刚已经成功地把布朗尼挖进去 好 各位 我刚刚已经成功地把布朗尼挖进去 我已经成功地把布朗尼挖进去 其实到底来说我是不用用上面这层纸的 但是我还是用的 看起来 优点奇怪 然后我刚问了我朋友 她说应该烤出来就不会长这样 所以呢 我们就一起打出烤箱 看它过了大概19-22分钟之后 会变成这样子 拜托 我很希望它成功 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 我的处女座 OK 天哪 好 我们一起送进去 她拜托一定要成功 不然我都会傻眼 这里 我要把它送进去咯 各位 等一下见 拜拜 拜拜 好 各位 那我们就22分钟之后见了好吗 祝我成功 我刚把完洗了 我后下答案来练个 请再等的时间 可以抓紧时间练一下 布朗尼的timers已经到了 一起去看 把布朗尼现在是怎么样子 等一下 我这个头发真的很丑 大家好 我是大嘴怪 好 各位见顿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好吗 欸 它很香欸 真的是布朗尼的味道 我把它拿出来给你们看啊 真的啊 我从来没做过甜点 我第一次做就让你们看 像这样子 应该还可以吧 我知道我现在不能吃它 我要把它冰去冷冻库 所以等一下就是可以吃 知道我现在是不能吃的 好 那好 我先把它冰到冷冻库 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哈 等一下 等一下见 再给你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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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哒我 哟哒 哟哒 後面的怎麼辦 他踢我 他的頭 差點我的頭 他踢我的頭 誒你腸沒禮貌誒 現在應該時間是六點半左右 我現在想說來看一下布朗 應該能吃的 我沒有要把它冰到非常非常冰 就是可以讓我切這樣子 哇 感覺不錯耶 你們看 我們來切切看 各位 我們現在要來切了 Joslyn剛剛說很香是吧 來 我來切嘛 我要讓大家看到 剛剛 剛剛我們已經吃兩個了 可是我才發覺 因為相機錄到飲一半會停掉 我們都已經吃了兩個 我才發覺沒錄到 所以現在居然是被我叫回來 再次影片跟大家講說好不好吃 你要誠心的說 你要像你剛剛那樣說 你不要現在看我都很難講 不好意思 他剛剛第一次說超好吃 他剛剛第一次說超好吃 你跟他形容口感 幹嘛很好笑嗎 為什麼我學家怎麼講都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喜歡 你說外面有點酥脆的是嗎 然後裡面又是綿綿綿綿的這樣 我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再看 我要照給綿綿綿他們看 你看 嗯 綿綿綿 你 我做成功了 好啦 那今天的布朗尼算是大成功這樣子 我也吃一口給大家看好了 因為剛剛我吃的部分也沒錄到 嗯 好吃 我喜歡 但是我覺得是一兩隻就會很膩的 因為它好甜 其實我沒有加糖什麼 它那個調味 算是他們幫我們調好那個布朗尼那個粉 所以 嗯 不錯 那謝謝你回來 OK 拜拜 拜拜 幹嘛 你跟大家說你想說什麼 我覺得那個brownie配草莓牛奶很好喝耶 而且但是 巧克力吃多了是真的會膩 所以 我覺得很適合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吃 因為我剛買你們看到一開始看到的那一個 這個brownie的粉啊 它是說做起來就是有九片 也就是像我切的那樣 我有切九片 我覺得這一次真的是算成功啦 我還蠻開心的 這樣子 那我跟Justine等一下要去外面 買我們今天的晚餐 我們要買回來家裡吃 然後看個劇 然後我就要把今天的片剪出來了 然後我不會錄我卸妝 因為我昨天看到有人說想要看我卸妝什麼的 然後那個ipad分享 那個我有什麼apps的話 我之後再看看怎麼分享 我們兩個現在出來吃晚餐 你看我們要吃 你真的讓我很粗細 我們要吃韓國的豆腐湯 叫Cocomo 給你們看一下 呵呵看不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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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超恤人 Pios 從臀前 我非常不起頭說 就會把我頭髮綁成一個包頭 然後 首先我會 因為我有就是刷我的睫毛 我會用這個KISS ME的這個卸除睫毛的東西來卸除我的睫毛 我在講繞口令嘛 美麗過來一點 這樣看不見了 然後明天開始 明天考完剛前期末考之後 我就只剩兩個project要教 做完之後 就禮拜四最後一天我在學校 這個學期啦 然後 禮拜五就回加州了嘛 所以 大家在稍稍稍稍微等一下 稍微忍一下 應該是在Vlogmas第13集的時候 就會比較有趣一點的 因為當天是我要回加州嘛 所以 我覺得 大家可能會覺得比較好看 現在就是真的就是 這幾天都是非常 就是我的日常啊 我的學校啊 就是平日就是學校嘛 然後家裡就在家裡 之類的 到時候回加州的時候 會帶你們一起去 我以前喜歡去的一些飲料店啊 還有一些餐廳 我都沒的 好 反正我卸妝的第一步就是 用我的睫毛膏 把我的睫毛膏卸掉 接下來我會用Bifesta這一個 我會用這一款呢 才把我的整張臉跟脖子擦拭一次 就只有用一張而已 然後我會從我的嘴巴開始擦 就把口紅卸掉 我沒有在用眼唇卸妝液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這樣已經卸得很乾淨 這樣子 天啊 好赤裸裸喔 雖然我已經很多次在你們面前素顏了 但是我沒有就是 很像沒有就是 跟你們 完全的一起這樣子卸妝 沒有你們看過 好 當時其實我已經差不多卸完了 可是就是我要想要這樣 我的臉卸得更乾淨一點 我會用 貝德馬的卸妝水 然後沾藍韻的化妝棉 然後大概再擦四個 一到兩次或者二到三次 那接下來我就會去洗臉 給大家介紹一下我用的洗臉乳 但是我平常洗臉我不會在洗手台洗 我一定會進去裡面洗 因為我很不喜歡把我家的洗手台 建得濕濕的 所以我都會在裡面洗臉 但我今天就是 就是大致用給你們看我的洗麵乳 洗麵乳有兩罐 第一罐是這個Fresh的大豆洗麵乳 第二罐是艾杜莎的這個洗麵乳 我不知道你們想要看我用哪一瓶洗我的臉 因為兩瓶其實都很好用 只是 這一瓶是在美國買的是Fresh的 然後 這一瓶是我暑假的時候 後來去台灣的時候 可能在寶雅還是去城市買的 我用這一瓶好了 就是這樣子 各位 老虎 我是有病的 那也想順便跟大家講說 今天的Vlogmas第八集 就錄到這邊結束 我等一下洗完澡 擦個保養品 我就打算去剪片了 所以你們大家等一下 又可以看新的片這樣子 那各位就明天見 明天是第九集 掰掰 大家記得要看喔 我就不碰鏡頭了 掰掰